这团再次报道温度骤降使得海拔三千多公尺 有天时的眼泪美称的台东嘉明湖 湖面也结冰了冻成灰色的 让山友们惊呼连连 另外在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今天凌晨四点开园前 在收费站前就已经有好多人排队等着上山要追雪 果然上午大约八点多不负众望 下了十五分钟的冰线夹杂雪花 让游客又惊又喜 天还没亮 但往太平山园区的车辆已经在收费站前 大排长龙 凌晨四点终于开园 游客等不及上山追雪 不过上了山雾某某一片 翠峰山屋在上午八点二十五分 因为低温下起冰线夹杂细细雪花 时间持续十五分钟 让游客又惊又喜 在十二点就从中壢出发 水气很大 那个雾也蛮大的 这个气温还没有降到零度以下 冲着冷气团报道 渴望再下雪 不少游客决定上山堵一把 可惜太平山气温两到三度 温度不够低 想想雪还要再等等 不过园区里提供游客行走的观云站道 十五号五后遭不明车辆转毁 毁坏长度约五公尺 意外成了这波追雪潮的受灾户 园区也提醒游客十七号清晨 道路有结薄冰 务必小心驾驶 观影站道 也是我们太平山欣赏云海的最佳路段 被游客的车子撞坏了 山区道路因为都时常会有浓雾 所以呼吁游客开车注意安全 没有错 各位观众 嘉明湖湖面结冰了 有天使眼泪支撑的台东嘉明湖 因为气温低于零度 湖面竟然结冰 冻成灰色 让山友直呼好美 至于在河宽山 因为水气不足没下雪 台14甲线翠峰到大榆岭路段 17号早上7点解除封闭 恢复正常交通 但人线加挂雪链车辆通行 民众上山赏景或等雪 不论路况还是保暖工作 都得做好准备 基尔宜兰台灯综合报导